什么?港版国安法破坏一国两制 影响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 还影响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你仿佛是在逗我 没个谁 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两岸青年说 我是伦涛 5月28号这天 全国人大通过涉港国安立法的决定 那么在一段时间以来 香港各界的主流民意都是支持这项决定的 比如香港各界称国安立法联合阵线 近8天就收集到了近300万个表态支持的签名 那么香港的老百姓对涉港国安立法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段采访 受了这么久这些黑暴 所以我们觉得很烦 快点恢复平静正常生活 当然是必要的 我们希望快点 有打警察 有打示范 上次逃票 很多老人都经被人打 不敢再逃票 香港被破坏成点 应该要立法 香港是我们的家 我们一定要支持香港 玩弄稳定 为了中国做一点贡献 实在是暖得太久了 再下去根本我觉得还会伤害香港 现在一次过去解决问题 令到我们再以为 就是回到一个正常的环境 我觉得是很差的 现在的香港是完全不是我熟悉的香港 不过也有个别的外国政客和一些港独台独分子对涉港国安立法进行了大肆的污蔑 所以今天我就来为大家一一破除这几个荒谬的言论 首先第一个谬论 中国推进涉港国安立法没有依据也毫无必要 我就直接说干货了 中国宪法的第31条规定了 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 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 有没有依据 香港的基本法第23条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就维护国家安全自行立法 但回归了近23年来 由于反中乱港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极力阻挠干扰 相关立法仍未完成 那么在这个时候国家站出来把这个法立了 有问题吗 当然没有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国家 澳大利亚有两部国安法 英国有三部 加拿大有五部 而咱们熟悉的老朋友美国一家就有多达二十部 我们就推出了一部针对我国香港地区安全的法律 怎么了 哪那么大反应啊 美国有国安法 英国各个国家都有的 难道中国又指责你不可以搞这些的 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中国自己立法 你关你外国什么事呢 国家的内政来的嘛 我见到现在西方社会包括美国 欧洲不断地在那儿将矛头直指向中国 变相我觉得是将那个转移视线 因为他们本身那个防疫或者是这个 对于这个疫情搞不定 对于这个政府很不满 那么他又将那个视线呢 转移视线转移到我们中国那儿 那么我觉得是他们所有的指手或计 其实都不致的 那么他宁愿集中星辰做好一些防疫措施 好过了 不要在这儿搞来搞去 接下来可能是最出名的一个谬论了 涉港国安立法破坏一国两制 首先咱们的决定草案正文第一条就说了 国家坚定不移并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 可能提出破坏一国两制这个观点的人 把重点放在这个两制上 可我们要知道 一国两制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没有一国弹劾两制呢 正是因为港独和国外势力企图破坏一国 我们才要出台法律来治它们 香港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高度自治 该有的也都有 所以一国两制应该是更加得到保障了 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 涉港国安立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我要笑死了 中英联合声明是中国和英国之间 关于中国回收香港及有关过渡期安排的 这么一个文件 随着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后 中英联合声明中规定的 与英国有关的条款 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了 况且声明中对香港的基本政策方针 是中方的政策宣誓 并不是对英方的承诺 而且这些政策并没有改变 对不对 所以其他国家就不要再假模假事的 拿已经履行完的文件干涉中国的内政了 这不是胖词吗 香港国安立法将影响香港军民的权力和自由 扣这么大帽子 大家要了解 这部法是针对那些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组织恐怖活动的人 在港爱港遵纪守法的香港市民 完全没必要对号入座 你们的权利和自由只会更加的安全 如果说非要失去什么自由的话 那只能说那些不怀好意的人 失去了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组织恐怖活动等等 危害国家的自由 没有的 我又没有打算去犯法 又没有打算去理通外国 又没有打算去 去拘捷一些外部 台湾、美国那些势力 对我有什么影响呢 没有 对我没有什么影响的 因为我又不示威 我又支持香港政府执法的 支持香港警察的 所以我觉得对我没有什么影响的 反而对那帮乱港分子有很大影响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最重要是安居乐业 所以对我们守法的公民来说 绝对是无影响的 还有我看到港版国安法之后 其实本身我们都有言论自由的 我们都有集会自由 最强调的一件事 是关于你鼓吹煽动港独 颠覆国家这件事 才会构成威胁 平时我讲话是有齐散言论自由的 变成我觉得现时国安法 对于我们普通市民 就更加有保障 如果有人要对号入座 而且这些人确实是有动机的 有预谋的 有行为的 甚至来说已经触犯了相关的法律 这些人就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香港国安法将影响香港的 营商环境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我的天 咱们就作为一个选择题 一个拥有完善的法律体系 稳定的社会秩序 还有良好的营商环境的地方 和一个国家安全漏洞百出 社会乱象横生动弹不安的地方 您更愿意去哪投资呢 去年的修例风波 使香港通知了25年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地位 GDP1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失业率创下近10年新高 这些教训还不够惨痛呢 好了本期影片我们打假这些荒谬的言论 就先打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涉港国安立法 也不要被某些人带节奏 这里又要cue一下那些台独的分子 你们和那些港独臭味相投狼狈为奸 现在涉港国安立法一出来 你们就跳出来反对 不过你们也别太嚣张 反分裂国家法照样至于 好了我是文韬 两岸青年说 咱们下回再说 拜拜